娱乐第一眼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第一眼 提到黄宗泽人们都会想到他出演的很多港片 黄宗泽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十分耀眼 而他的私生活也照样精彩 之前被传是黄宗泽绯闻女友的陈佳环 疑似已经和他闹掰 而真正的原因不是感情淡漠 而是有第三者的出现 虽然黄宗泽一直作品不断 但是谈及他的感情生活只能用精彩来形容了 入行多年的黄宗泽交往时间比较长的正牌女友 似乎只有胡信尔 本来胡信尔也是打算嫁给黄宗泽当老婆的 而且这对情侣也是被大众看好 无论是媒体还是粉丝都希望他们可以步入婚姻的殿堂 但是后来胡信尔还是和黄宗泽分手了 而分手的原因就是黄宗泽的花心 原来黄宗泽在和胡信尔交往期间 身边一直阴阴厌厌不断 而面对这样的浪子 胡信尔一直选择隐忍 对于当时的胡信尔来说 他已经对黄宗泽死心塌地 对于他的风流也是选择隐忍 还相信浪子总有回头的一天 可是让胡信尔没有想到的是 一等七八年过去了 胡信尔的容颜一天天老去 而黄宗泽却依然没有完够 好在胡信尔清醒得快 他后来毅然决然地和黄宗泽分了手 他后来也找了真正的归宿 在和胡信尔分手后 黄宗泽依然不改浪子的本性 后来又爆出了很多关于他的花边新闻 去年就有港媒传出黄宗泽和陈佳环交往的消息 但是这个消息后来被黄宗泽给否认了 但是关于陈佳环已经搬到黄宗泽家中住的消息呢 却始终没有断过 试音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港媒惊爆黄宗泽私藏四年的正牌女友张莎莎到港查岗 直接是下了小三陈佳环 连夜收拾戏软 从爱潮奔去酒店躲避风筒 相信不明所以的小伙伴呢 不禁要问阿泽一向情迷陈佳环的 怎么半路杀出个正印张莎莎呢 话说十五年啊 黄宗泽搭档娇俏的可人的张莎莎 出演我的真命天女时 双双看对了眼 继而开展了一段地下情缘 两人交往的四年时间里 因工作繁忙 经常分隔两地 聚少离多 长时间的远距离恋爱呢 让寂寞难耐的黄宗泽一时把持不住 搭上了陈佳环 虽然黄宗泽一直以好兄弟男人婆来做挡箭牌 但事实上呢 身边的人呢 都对这段关系照而不宣 去年黄宗泽拍戏发生意外 以致脚掌骨折 生活不能自理 当时心疼的陈佳环 全然不理外界的风言风语 经常巨组皇家两边走 无微不至地照顾黄宗泽的起居饮食 绝无怨言 陈佳环的真心付出 让黄宗泽大放绿灯 轻点他搬入皇宫 正当众人以为陈佳环尚未在即啊 身为正印的张莎莎 竟在黄宗泽生日带天 杀到剧组 以正牌女友之士高调亮相 宣誓主权 而另一边的陈佳环呢 一边收到的是张莎莎的西岗消息 不得不搬去酒店 以免截外生枝 明明自己被渣男欺骗感情 轮眉笑柄已经够伤心了 谁料啊 不按常理出牌的陈佳环 不仅一句艳缘也没有 还十分懂事实大体 甘愿搬出爱潮 避免纷争 试问世上真的会有傻得 如此彻底的女人吗 我们就一一翻查 这个港媒拍的照片 发现陈佳环呢 非但没有受到小山事件的影响 而是细心打扮 一脸神采飞扬 和家人出席喜宴 走在路上的她呢 更是一脸甜笑 专注包电话粥 第二天活力十足 前去健身 似乎心情不错 大家试想啊 陈佳环被渣男欺骗感情 正义又跑到自己的地盘 耀武扬威 哪怕是在潇洒的女人 恐怕也无法做到陈佳环 那般若无其事吧 正因为如此呢 我们不由得猜想啊 陈佳环早已经知道 张莎莎的存在了 只是到最后 她还是选择维持 这段不道德的爱情 终所周知 黄宗泽是天生的玩咖 这些年来呢 也算是万花丛中过 惹得一身心 想当年啊 痴心错付的胡信尔 就是因此深受情伤 转世而去 04年 同为TVB的当家花旦 小说的黄宗泽 胡信尔 因出演我的野蛮奶奶 日渐生情 双双共予爱河 被外界视为金童玉女的两人呢 虽拒不认爱 但其实大家早已经 对这段恋情 新赵不宣了 随着时间推移 黄宗泽开始露出风流本性 现世界工作之变 结识港姐 倪正熙 对其死缠乱打 追问电话号码 之后呢 再和只有24岁的TVB 无名小花 林颖童打得火热 没皮没脸的林颖童呢 更炫耀自己的新称呼 波波逼 意味啊 是Bosco 黄宗泽的英文名 的Baby 向胡信尔示威 林颖童的狠心羞辱呢 压倒胡信尔的最好一丝希望 终于死心 流泪宣布八年情一事 随着俩人分手 港媒卖力深挖 发现远在内地拍戏的黄宗泽 不仅挑逗唐烟 还和柳妍过于亲密 就连七威呢 都没有能逃出她的手掌心 传出绯闻 虽然黄宗泽七威在发布会上 义正言辞的否认绯闻 谁料盏头胆儿又在酒店房里 独处四小时 很糟打脸呀 脱离胡信尔的管教后 黄宗泽索性放胆的风丸 投到了这个大林圣女杨征的怀抱 杨征也是一个不禁八的宝藏个儿啊 随便一挖黑历史一堆 本就比黄宗泽大五岁的杨征 被曝年龄造假改小四岁 年轻时的她扎着有几分姿色 勾搭有妇之夫 害得模特黄佩霞惨成弃妇 独立把女儿拉扯成人 黄妈妈自从知道宝贝儿子 搭上名声败坏的杨征后 心里万分不爽 日夜的在黄宗泽面前说长道短 试图让儿子迷途知返 黄宗泽虽生性风流 但还算得上是孝顺儿子 肯听老妈的一句劝 再加上杨征那会儿丑闻缠身 精明的黄宗泽又怎会愿意 搭上全程和他在一起呢 所以这道互动一时的姐弟恋 仅公开了21天后 便以火箭速度分手收场 甩了羊针后 黄宗泽的感情生活愈发精彩 一边和公家心亲密接吻 火辣调情 另一边疯狂力追日魔转 两个人是甜蜜逛超市 不过掐指一算 黄宗泽张莎莎是在15年开展地下情 那不就是说他背着张莎莎 同时劈怼 攻瞎心和日魔转呢 相信啊很多人和黄宗泽 胡信儿的分手一难平 当年胡信儿下架李承德 CP粉呢 还要黄宗泽速速去抢亲 当时啊大家都傻傻地以为 只要他们重新开始 一切就能挽回 然而如今看来 胡信儿离开黄宗泽 绝对是明智的选择 毕竟没有什么能比终身幸福重要 眼前的男人固然是爱你 也曾亲其所有对你好 只是这份爱呢 是需要一味的忍耐与宽容 才换来的 与其其怜内全心全意 却高不可攀的爱慕 倒不如选择成为别人的唯一 本以为黄宗泽和胡信儿分手后 会扎而自居 改过自身 反省自己 如此看来 都是旁人的痴心帽想法了 出生于1980年的黄宗泽 从小在香港长大 是香港男演员 专案父母优点长的黄宗泽呢 自小就是个花美男了 在幼儿园时期 就凭借着讲好的相貌 称霸整个幼儿园 到了上中学 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整个课桌上 都装满了女同学 送给她的情书 巧克力等 有一天 她和同学在街上逛街 长相气质独特的她 一眼被星探看中 带入娱乐圈 之后她搭档张博之 共同拍摄了 阳光柠檬茶广告 18岁的她呢 也就是正式出道了 之后还被无线电视台 看中后 签约成TVB艺人 不过 出出忙碌的黄宗泽 并没有选择马上去拍戏 而是选择了 先担任节目主持 熟悉整个的工作流程 以及积累的人脉 同时也开始学习 相关的表演课程 直到2002年 她参演个人首部影视剧 冲上云霄 这部剧啊 是无线电视的台庆剧 自开拍戏呢 就备受关注 还是金马影帝 吴振宇 阔别电视圈 六年的剧作 声势浩大的同时 也受到了众多观众的好评 成为人气 口碑双高的好剧 22岁的黄宗泽 也是因此 受到了不少惠例 不过 因为饰演的是一个配角 加上呢 还有这么多的大咖 还是新人的她 并未引起多大的水花 直到2005年 她二度合作 胡信尔主演的电视剧 《我的野蛮奶奶》播出 该剧呢 被评为TVB的最佳剧集 以及十大电视节目的第一名 25岁的她 也因为宁茂春一决成功走红 还获得了TVB飞跃进步男艺员 和胡信尔被评为 最强人气荧幕情侣 而这一部剧呢 也让她事业爱情双丰收 她和胡信尔 因戏生情走到了一起 之后 两人还以情侣道 接下了不少工作 心里心外都爱得浓烈 所有人呢 都在等她们修成正果 遗憾的是 两人还是没有能熬过七年之痒 七年情断于2012年 早前 她在和胡信尔恋爱期间 就被爆出多次偷吃 甚至呢 还被传出七年劈腿六次 出轨成瘾的传闻 当然 无论真相如何 还是希望黄宗泽啊 能认认真真的 谈吵恋爱 而所谓的绯闻对象呢 也可以认清现实 早日找到自己的归宿了